老杨到处说 我从传播学来看文化卵实力的输出 就举一个例子 就中美两国最近不是有互相关闭总领事馆吗 中美两国的闭馆 也就是中国的休斯敦总领馆的闭馆 以及美国的成都总领事馆闭馆 这个做一个比较 舆情的比较 中国对休斯敦总领事馆 跟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相继关闭 构成了中美关系建交以来 最大的一次外交事件 很多分析家认为 即便民主党的拜登 今年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关系也很难恢复到 特朗普当总统之前的状态 香港的《南华早报》 引述了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 共同所长加尔·鲁夫特的评论 他认为美国最近这个行动 是在准备对中国未来战争而准备 发起战争的准备 他说过去越南战争 以及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也使用过这样的战术 军事家和分析家注意到 最近三个礼拜 美国最多向广东地区 台湾海峡地区 南海地区派遣了 五十多架次的各种各样先进的 军用的侦察机 甚至逼近了 中国大陆的十二海里的这么一个距离 尤其是在福建这一块 我们今天不谈战争后的军事冲突的端倪 我们来谈一谈中美两国被闭馆的总领事 这个总领事馆在发生新闻的发布 舆情传播方面的一点比较 来看看双方的文化卵实力输出的差异性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被要求闭馆 之后显得有些突兀 因为这消息来得太突然 而且要七十二小时就闭馆 撤离前的情形似乎有一点措手不及 有点慌乱 有一张休斯顿领事馆呢 在撤离时在院子里面不停的焚烧文件 质疑了隆隆的烟火 然后引起了火警 传遍了世界 成为了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 领馆冒出的烟火 引起了当地社区民众的不安报警 然后他们搞了消防队 搞了一个高架车 窥视你院子内的情况 美国的环保部门 因为这样还对中国总领事馆罚款 那么中国的总领事蔡伟 一度扬言坚决不撤离 坚守他称之为的中国领土办公室 要看看美国你怎么办 不过后来没有坚持到底 可能北京要求他撤离 就显得整个他的表现 后来到最后 自美国人民或者华裔的中国人 一封公开信 语调了显得比较平静 情绪显得比较平凡 有一些和颜夜色的一个表态 这个是后面的一个修补 但总的来看 章法还是有点紊乱 可见事先没有这方面的 或者没有这方面的危机应对的预案 或者说准备好的危机应对预案 有点粗糙 看来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 好了美国 美国的成都总领馆 似乎对中国可能采取相应的闭馆措施 有一些准备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在接到中方通知后的第二天 他们开始陆陆续续的离开了领事馆 有两点值得一提 在这个72小时期间 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共发布了 四段视频四段新闻稿 第一 第一段呢 今天我们告别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我们永远想念你们 受众是成都 民众 第二篇的视频 回顾了一下 1985年老布什总统来正式开馆 好了 85年到今天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就以中国西兰地区的人民 一道推动这个地区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那么做了一个回顾 做了一个回顾 促进这个地区的国际合作互利 当然没有提到王立军 跑到他们家去那个事儿 第三个视频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 这个是川斯大毕业的这个美国留学生 然后他好像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那个武侯池内 发表了一个告别言想 主题是我们会很想念中国西兰地区的人民 以及业以建立的友谊 那么引述了这一段来讲 他们做了些什么 两亿多万人 两亿多人提供了服务 那么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子和旅行者 发了签证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呢 是台湾女婿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感觉 好像很有温馨 最后一段 第四段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降旗仪式 那个视频我们看过了 印象的比较深 美国海军陆战队成都分遣队 的三个陆战队队员降旗 一本正经的把美国国旗交给了总领事 全时过程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数目 这个呢 也让很多收看到这个视频的印象都很深刻 至少他们表现的这个 他们这个国家在撤离时的那一份尊严 而我们没有看到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有一定有降旗仪式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传播 成都总领馆呢 应该有两百多个雇员 一百五十个人是当地人 那么还会有多少人留下不知道 那么按照庄祖仪写的话 应该还会有三十天撤离之后一些善后工作 讲到了庄祖仪他也跟着火了一把 先是他的微博微信 他的视频 他的YouTube被翻炒出来 他的学历 他的身世 他的厨艺 他的穿菜 他作为一个街头艺人的演唱 然后他们一家人合唱 这个花骨 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是网络上的霸凌 宣众而至 以至于他的母亲 台湾一位著名的女高音合唱家 98年来参加我们大陆的这个春晚 唱的我爱你中国唱得很好 他也不得不站出来为女儿说话 这个地方呢不管怎么说 他是不是一种炒作 应该说是这个新闻事件 派生出另外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传播 这个呢一直这个焦点 就不放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上 不放在壁馆的关系上 这整个媒体的传播的焦点 就聚焦在林洁伟和庄祖仪这一家人的身上 曝光度能见度持续 一直占据着这几天网络媒体的版面 以至于呢周黛瑜 周小平呢就出来喝止 当然没有人什么理他 这个呢我认为呢 是值得来做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是 中美两地 成都和休士顿的民众呢 对总领事闭馆反应也不一样 成都呢 感觉好像八卦一点 大家对成都的总领馆的关闭呢 非常感兴趣 许多人从外地专程赶来凑热闹 很多媒体都说啊 就是总领事馆周边的奶茶店啊 冰淇淋小店生意非常好 销量一流 大家喝的奶茶吃的冰淇淋 准备看热闹 当然成都也有消防车 也有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看热闹 看热闹记得 当然看热闹也有人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 有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国际事件 它就发生在我们成都 要了解的过程 有一个老者戴着口罩含着泪说 中美应该是朋友 这个呢 视频传播力也很高 好了 美方外交人员离别时的言行 也触动了不少人 两国的互策这个时候 感觉这个修养 气度 素质 显然会有一些差落差 那么美国成都总领馆 没有用大木桶 大铁桶烧文件 当然他有无数的被碎过的文件 完全是用卡车的运回去他们处理 而且专门侧重在为成都加油 给成都加中国加油 还希望会见 那表现了一种人性的东西 那么人们看不到中国外交官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的这方面表现 这是一个遗憾 可能呢 这方面呢 有点忽略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有人在那喊口 自拍 喊习近平主席万岁 有人在那放鞭炮 不知道放什么鞭炮 主题是什么 怎么有的主流媒体的说 这是有人结婚半婚礼 其实不是 也有人拿着自拍 在那边宣示 那边来赚流量 不亦耳足 一种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注意到 这种出现这种敌对的 霸凌丝的 幸灾乐祸的东西 这种东西看起来 在中美两国的贸易科技媒体 持续已久的博弈 催化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愤恨 所以在闭馆风潮中 大部分的中国民众 狠狠的希望狠狠缓击 甚至有人包括胡锡进的环球时报 发起了网上的这个投票 要先关闭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 他没有这个常识 香港那个总领事馆 即便是关闭 那块地美国人已经买掉了 产权是999年 这个是董建华送的人情 成都市民去凑这个热闹 无可厚非 拍摄镜头等等无可厚非 不过呢 也有一些看热闹不行 势大的人 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看法 战狼式的张扬评论 黄热骨髓 中美赶快断交 喊打喊杀的很多 流露着一种吃瓜群众的那种心态 没有责任 没有判断 没有担当 在这里面 我觉得呢 要归纳一个几点 第一 美国有关这个闭管过程的信息传播 显得系统有序 不急不徐 说明这个事先的危机应对管控的准备 相对比较充分 不失时机 通过柔性的诉求表达自己的坚定不移的态度立场 但是基调 我说过柔性诉求 没有任何的缓存相机 却有持续的祝福 第二 美国当地的民众不像成都这么八卦 甚至有些民众呢 要求中美不要战争 虽然那个是零星的 但是没有人去凑热闹 大家忙得很 因为疫情 成都好像没疫情 成都民众和围绕美国策管 在网络上产生的大量的段子 视频图像 更多是笑裂 更多是调侃 国家大事 完全不当回事 这让我们外面也感到印象很深刻 第三呢 总领事这个林杰伟是川大交出来的 川师大交出来的 娶的太太来自台湾 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相当的友好 他的外婆外公也都是成都人 那么这个庄主委最新发布的微信有一段话 我觉得赌一赌还是有意义的 他说成都的总领馆的人员三天二十四小时轮班无休止 现在已经完成了降级意识撤离 那么现在连共同开发的菜地听说也要拆除 大家很舍不得 很多人都哭了 本来要做一个横幅挂在这个总领事馆外面的 叫感谢成都1985到2020 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可能被限制没有挂 我为什么今天要弄一个节目 把这些信息的发布 我觉得呢 无论是官方还是诗人的 我把美国的整个信息传播 视为一个移情主体 它达到的传播效果 一定会比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要积极 活泼 柔性 诚恳 至少态度是诚恳的 我认为这种传播方式是值得学习的 今后随着关系的恶劣和碰撞 还会有类似的侧管闭管 我觉得事先做好因应的准备 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递 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很可惜 从来都没有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机遇 可能也不太需要 因为有学习强国就够了 第六呢 我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 可以有好坏 可能有起伏 但是呢 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交往 感情交流 还是要小心呵护的 美国可能会很粗暴 比如说互布奈特的交流暂停 诸如此类的东西暂停 但是中美两国人民总是要交往的 你们官方你死我活 我们还要好好过日子 是吧 所以中美之间的这场最严峻的外交危机呢 其实已经是让两国关系脱钩的风险 赌争 途征 突然间变得很多 但是呢 政治官家家连呼疯狂 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吃瓜群众的参与 给这一场已经够疯狂的国际政治事件 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荒诞 我们谈到体面 谈到人性 谈到修养 我想中国的外交官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所以这个大家就会做得到的